还有一层顾虑,他曾经做先帝的孤臣,在朝堂上树地过多,如今的群起而公之就是昔日的反世,他此官,也是为了平息众怒,等到他日这件事情淡化了,他也必能找到重新回来的机会。 可惜,皇帝安息羽毛,不肯背个打压忠诚的名声,他想淡出朝堂的想法,彻底破灭了,好在,如今做官的地方仍然是杭州,给今夏调样身子的目的是达到了。 当夏路易找到管家交代,皇上任命我为浙江亲历四郎中,我不日便带着夫人启程,你在后边匠府里的事宜交代好,然后去杭州府找我,心中的产业你挑几样给层府,以下的你看着办吧,是,大人,那您去杭州,回不回嘉兴府一趟,陆市本市嘉兴人士,陆家还有好些人生活在嘉兴,不过都是出了五福的旁支,陆易眼神闪了闪, 先不急,你先按照我说的办吧,是,今夏得知陆易被调到浙江,心里一动,去阳门抹着杨成万,给他写一封推荐信,他要去杭州府做捕快去,杨成万不同意,当初他带今夏到捕快这一行,是无奈之下的决定,是想着今夏在身边能照付一下,如今他已经成家立业,过些十日也许就会有了孩子,再让他帮捕快,岂不是胡闹,今夏 没有办法,又回家寻求陆易的帮助,大人,师父不同意我继续当捕快,这都是你惹的,你快给我想个办法,陆易也不太想今夏继续当捕快,不是别的原因,只是单纯不想他那么辛苦,刺激死,陆易又哄道,要不,你跟在我身边,帮我查案吧,今夏摇头,当捕快也能查案子, 况且我若跟在大人身边,明不正言不顺的,若是有什么大案要案,肯定是保密的,大人带着我,会遭人诟病,陆易不甘心,继续诱惑,你当一个小小的捕快,也接触不到大案要案,我肯定不能逊思,你若是跟着我,我自会想办法隐瞒你的身份, 今夏写着陆易,一副我全看透的模样,大人,你这是怕朝廷那群吃饱了没事儿干的官儿,找不到你的把柄吗,更何况,我不用大人讯思,也能靠着自己在杭州府闯出一片鸣声,你不要小瞧了我去,陆易见今夏那副得意洋洋的小模样,杂罢杂罢嘴,夫人太聪明不好忽悠,咋办,不过她到底不忍心为傲今夏的心意,好吧, 既然夫人执意如此,卫夫只能听从,师父那嘞,我去说,后来也不知陆易怎么同杨成万说的, 今夏是如愿以偿的拿到了杨门开的推荐信,也惹得今夏只在陆易耳边念叨杨成万偏心, 其实也不怪今夏这般想,当初杨成万对他比对杨烟那个亲儿子都好,如今有了陆易之后,谁都得靠边站着, 陆易带着今夏离京的这一天,众人都到码头上送行,就连一直住在宫中的淼淼都来了, 今夕见到淼淼,想起某人的嘱托,将淼淼拉倒一旁,你与我说实话,你同月清风什么关系,淼淼一愣, 继而有些脸红,我同他如何能扯得上关系,不过是全来他所救,心里感激罢了, 今夏不幸,上下打量着淼淼,冷不丁地祭出大招,你们没有关系, 月清风为何说他心愿于你,淼淼猛地抬头,看着今夏,你说什么? 月清风说他心愿于你啊,今夏被他的反应唬了一跳,不敢置信地问道, 月清风难不成没与你说,没说过,淼淼低着头,他是辽东武林世家继承人, 怎么能娶我这个毫无用处的县主,更何况,淼淼收住了话音,不过他没说的两个人都懂, 今夏注意的点却在淼淼知道,月清风身份这件事情上,当下眼神微妙起来, 这月清风都没与他说过,他是月家的继承人,却早就告诉淼淼了, 如此看来,他这个司马昭的心思,当真是路人皆知了,月清风连着都告诉你, 看来心思很坚定吗,今夏可不认为淼淼的身世是问题, 当下拉着淼淼,月清风那个人,虽说长得美了一点, 不过总体来说,人品没问题,你若是也觉得他不错,不妨给他的机会, 我,淼淼还要说什么,今夏结过话头,不要想那么多, 你起问问自己,对月清风的感觉,说完,也不得淼淼开口, 便对着月清风招手,越美人,这边,月清风早就看见他们两个躲在一边说悄悄话, 这心里就痒痒的,恨不能冲上前问一问, 好在没多大一会儿,今夏就冲他招手。 好在一起用手法后才会让不必能讯定? 好在这里,好在摆剧场上, 好在哪里面上,您身边讯定? 好在这里,三人心里有着迷惑关起来的对空车